算天算地算人命求救到求自己 大家好我是逆琳 脱哥了这么久实在抱歉啊 这个沉迷游戏真快乐 在粉丝和好记忆我们的催促下呢 总算是传出了这个视频 在之前忙于直播和营业的这段时间里呢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有很多人包括专业的玄学从业者 对于这个玄学的看法就是认为 这是一个选究权有慧莫如深的一个学问 对于其内在的原理和科学性呢 缺乏验证思维 这就直接导致其渐渐地留意形式 要么盲目地抬高古人 崇拜古人 树立正宗 古人说什么呢 都是对的 都牛逼 要么呢认为道不可说 不求圣洁 陷入了迷茫的虚无主义 又或者直接将其碰撑成封建迷信 一包子打死了 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方式都无法达到我们所谓的 弘扬国学 丢弃封建糟粕 留下精华的目的 只会使中国的传统学学呢 逐渐地形式化 虚无化 迷信化 然后逐渐地被时代浪潮所淹没 就像别的传统国学那样 大家懂不懂 这在我这个中国传统学学的爱好者看来呢 是极其可配的 因为在个人学习生活或者是宁愿的过程中 我发现中国的传统学呢 并不是一无是出的迷信 或者是流于江湖套路的骗术 对于人们的这个生活生产决策呢 是有奇迹的意义的 所以我个人作为中国的传统学院爱好者 和一个B站的小小小小UP主决定 开一个星坑 星坑的名字呢 就叫做算无一策 起这个名字呢 也是希望这个系列可以像这个名字一样 尽量的严谨客观 没有披露 这个星坑呢 就专门分享我个人在学习玄学和营业过程当中 总结一些对于玄学中八字四处一错学的研究和猜想 当然了 现在暂时先做八字的内容 往后呢 别的门类研究出点心得呢 也会进一步进行分享 别催了 再研究了 再研究了 当然了 作为一个秉持的客观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好青年 这里分享的内容 一定尽可能的本着科学严谨客观精神 绝不搞虚无主义 本本主义和封建迷信 因为个人条件有限 所以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未经验证的猜想 掺杂了大量的个人主观一段 所以说 纯属个人私货 其中也会有别的博主或者是学者的见解 如有涉及 还请一定告知 一定标明出处 欢迎大家积极的讨论 并提出更有更样的见解 那么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作为本视频的第一期呢 咱们就好好唠唠 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学都要涉及的一个基础 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 可分为阴阳与五行 然而两者互为俯成 五行必和阴阳 阴阳必间五行 阴阳五行是中古典哲学的核心 为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 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 两种几乎相对的互相联系的力量 五行由木活土金水 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 它强调整体概念 阴阳与五行两个学术的河流 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 是不是有点国学大师那味了 是不是感觉好像懂了点什么 就好像什么都没懂 厉害吗 百刀百刀超的 虽然上面这段对话呢 对于陈述阴阳五行没有什么错处 但是细想一下呢 还是会觉得 有点难以落到实处 没有什么形象具体的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换一个角度和思维呢 去看待这个阴阳五行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首先抛出我的核心论点 阴阳指代的是 世间万物的矛盾对立 且统一的相对关系 而五行指代的是 五种不同的物质能量 组成形式结构 以及其运动方式 这里我们先说阴阳 所谓一阴一阳为之道 这个所谓的道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整个世界运行循环的 一个整体机制 大到宇宙银河太阳系 小到微生物分子原子波色子 都是有一个运转机制的 而这个机制呢 总是倾向于 整体物质能量的自我平衡 就好比有正面就会有背面 有光就会有暗 有热就会有冷 有强就会有弱 有生就会有死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 相对应的性质 世界就不会存在 没有正面就没有背面 没有光就没有暗 没有热就没有冷 没有强就没有弱 没有生就没有死 而整个世界呢 不管是小的单位指数的系统 还是大的单位指数的系统 都是在阴与阳的 相互转换矛盾对立中 螺旋上升发展的 诶 举个例子 就好比呢 我们打游戏 游戏呢分输赢 只要你用心打游戏 输了就一定会积累失败经验 只要输了够多了 就一定会赢 而赢呢 又可以积累成功经验 带来成功的范式 坚持这个范式 一路下去呢 就一定会输 这个时候呢 总结失败经验 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呢 你的个人水平和理解 那当然是不断提升的 当然了 前提是呢 你得用心打 要是摆烂的话呢 那就只能一直当个菜狗了 就像我一样 那么好 刚才我们讲的是大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几乎可以套在任何的事物上 但是在具体应用上呢 还是要分文别类的 在四柱八字上呢 阴阳指代的为 阴主静 而阳主动 因为八字四柱 主要是算人的命啊 那不是算什么 阿猫狗的命啊 那么自然呢 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 与社会的相对关系上 做文章了 而如果将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社会的相对关系中 进行二人分裂的话呢 那无非就是动与静了 这种动静呢 并不是说啊 何时主动出击 何时闭关保守那么简单 而指呢 人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呢 是选择先主动出击 再根据环境的后续反馈 做出调整的 还是先观察环境 再根据环境的情况 做出行动 就比如说在职场上 假设你的八字呢 在工作方面的 指代感知是羊的 那么你再进入到 一个新的职场环境的时候 就会选择先A一波 赶出点成绩 再看看领导同事的反应 做出调整 总员来说呢 就是莽夫路线 占尽先机 而如果呢 在工作方面的指代 甘之为因的话呢 那么在接触到一个 新的工作环境情况下呢 就会先观察环境的情况 默默领导同事的脾气 领性 潜规则什么的 对不对 再做出行动 总员来说呢 就是先狗 而后发静观十遍 这种分裂法呢 不仅在工作上 在感情啊 娱乐啊 六星关系上 都会有所表现 本上呢 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别的 有些事上呢 适合先发之人 而有些事呢 适合后发之人 这个需要辩证来看 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的巴子是什么情况 在评论区呢 进行讨论和分享 综上所述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阴阳的具体含义 以及在四柱巴子中的应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具体剖析啊 这个五行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可能都对五行学说呢 有一定的了解 假设呢 你在路上拉上一个大哥 问一句 诶 这五行是啥呀 这个大哥大概也会这么回答 这五行吧 都是那个金木水火兔嘛 这金子呢 都是那金书 那木呢 都是那木头 水呢 都是水 那火都是火 那兔都是地上的兔 祥绳祥可 足成灾蓝世界 诶 小兄弟 你问这能啥呢 我以为你开来解火来了 这大概就是大多数人 对于五行的想法 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它对啊 但不完全对 隐恩意义上来说呢 刚才的说法属于五才概念 五才包含于五行 但不等于五行 五才包含于五行 但不等于五行 五才包含于五行 但不等于五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为什么这里要着重介绍呢 是因为这里是大多数人 都容易犯的错误 属于固有印象 那么五行究竟是什么呢 在解释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个 有意思的哲学思想实验 这个哲学思想实验呢 就是特修斯之传 特修斯之传 作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 最早出自普普塔克的记载 它描述的是一艘 可以在海上航行 几百年的船 归用于不间断的维修 和替换部件 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 它就会被替换掉 那么以此类推 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 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 那么最终 产生的这艘船 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 特修斯之船 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呢 哎呦我去太绕口了 这是谁写的稿子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不是所有的问题呢 都只有一个解 甚至很多的问题呢 是有两个或多个解的 就好像方程式 可以有两个或多个解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有两个答案 从材质角度来说呢 最终产生船呢 不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 但是在结构和功能上呢 还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 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有点废话文学呢 那我们再延伸一下问题 量子力学里头啊 有一个全同源 说的是同类的粒子之间呢 本上是不可区分的 两个氢原子之间呢 没有性质的区别 你用这个氢原子 替代水分子中的那个氢原子 这个水分子的性质 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哎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啊 我们有这个盖世神功啊 啪一找 打碎这个木船 隧道呢 原子分子都裂开的 一个原始状态 那么再用新的 完全相同的原子分子 组装起来 一个一模一样的木船 那么这个新组建的 特修斯之船 还是原来的 那个特修斯之船吗 再假设 从原子分子层面 打碎再组装的 不是特修斯之船 而是活着生的人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组装的人 还是原来那个人吗 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观众 大家可以打来 弹幕和评论群里 互相讨论 而我个人认为 这个新组装的个体 还是原来的个体 没有任何改变 在任何情况下 皆是如此 因为无论是分子结构也好 还是组成的元素也好 都是和原来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从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来说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烧一下脑子 假设 把我从原子分子的层面 打碎组装成 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那么这个人 和我有必然联系吗 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的 也就是说 决定我是我的 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皮肤细胞啊 分子原子啊这些 而是这些物质的组成结构 以及运动形式 就好像互联网的本质 不是电子元件里的电信号 而是一些信号的排列组合 市场经济的本质 不是人们手上的金钱 货物 而是人们不断交易 所产生的利益链条 国家的本质 不是其所占地域 或统治人口 而是人们为了生产 生活保护自身 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架构 以及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 我们会发现 世间万物的本质 不是那些 我们能看得见目的着的物质 而是其组成的形式结构 以及运动方式 而这些形式结构 和运动方式 又被棍纳成五大类 这就是所谓的五行 比如 土木主物质能量的扩散 以及发散 火是物质能量的 不断激发上升 土是物质能量的稳定 它也不轻易地 去改变其结构形式 金是物质能量的 不断聚合 提升内在的密度 最后的水 是源不断的 吸收外部能量 带走能量 而储蓄能量 这些内容 因为篇幅有限 所以暂时不展开论述 后几期视频 会分别进行详细的讲解 还请大家尽情期待 这个时候 就会有小白会说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原来古人啊 都有通天之志啊 这么早就研究出了 世间文物的运行机制 还是古人厉害啊 打住啊打住 后古国经 并不是我们这个系列宗旨 而且阿卜主个人呢 也并不认为 古人就一定比现在人 厉害聪明 否则的话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发展了呀 直接不妨古人的生活 生存方式 就可以达到幸福了呀 对不对 还追求什么全民小康 那么 古人是如何知晓这些的呢 请注意 以下观点 纯属个人猜想一段 还请大家酌情吸收 我们古人啊 在很早的时候呢 就开始进行 对这个万事万物的研究 特别是天文历法 捕士和义学 因为历法呢 决定了每一年 对于农食的判断 是否准确 直接影响了粮食的生成 算得准了 全城渡堡 算不准呢 全村恶死西天 而捕士呢 决定了人们的 祸兮淡福 对那时的人来说呢 捕士就决定了个人的命名 而医学呢 揪死扶伤 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死 这三样 都是对个人和社会 极其极其重要的学问 那么最早的 立法捕士和医学 是正确准确的吗 当然不是 但是再难研究的东西 也经不住人们试啊 随着经验的逐渐累积 不断的饿死人 算错害死人 治病治死人 人们慢慢慢慢的实验出了 有一定实战效果的理论 而这种理论 因为缺乏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和理论基础 而成为了经验科学 也就是说啊 成因是啥 不知道 当然也可以编译 但是呢 方法好用就行 甭管黑猫白猫 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不会是我们的老祖宗啊 使用主义确认是学外相处 而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随之而来的就是理论框架 而当时的人们 受教育和实字率的 都特别特别特别低 所以呢 为了把这些关乎人们 生活生产生命的知识 传播开来 就需要尽可能的简化 归纳压缩这些经验知识 这也就是疫情的 不义建议变义之意 而因其具有极强的 归纳性和广泛性 这就导致其变成了 一个大口袋 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 但又不失其结构性 所以我们中国传统的 天文立法 医学占卜算命风水 政治军事生活生产的 具体应用呢 也都以此为原 而在历史推进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总结出的 阴阳五行概念 也不都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经验的 逐渐递加而不断完善 就像大数据分析一样 只要数据够多 模型够好 就能分析出客户的喜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古人的阴阳五行理论 即便是在 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当代 依然有实用价值 好了 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详细论述了 阴阳五行的整体概念 至于具体的五行内容呢 因为篇幅有限 所以会在后几期视频里呢 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还请大家一键三连 投币转发多多支持 算天算地算人命 求不求老求自己 大家好 我是逆琳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